那他最大的問題呢 其實是他的貓咪會去抓爆他的沙發 那他有跟我說 可是我這個沙發才買不到一個月 他真的捨不得換掉 那我們就去幫他想辦法 哈囉大家好 歡迎回到100視頻 我是Valia 最近大家已經常常聽到一個名詞 叫做清裝修 那大家對清裝修的定義有了解嗎 我想可能還沒有那麼清楚 甚至很多人不知道 清裝修包含什麼樣的項目 以及大概要抓多少預算 所以我們今天呢 就請到了麻石設計的總監Roy 他最近呢 剛設立了一個新裝修品牌 叫做QQ Home 那我們想請他呢 從市內設計的角度呢 來幫大家解決關於清裝修的問題 我們歡迎Roy 哈囉大家好 我是Roy 節目開始之前 記得訂閱我們喔 我們每個星期五下五點鐘 固定照片 提供更多裝修小知識給你喔 可以請Roy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當初怎麼會想要成立 QQ Home這個品牌呢 我們在麻石設計 一階案的時候 就發現有很多 預算比較沒有那麼多的屋主 所以我們希望 打造一個新的品牌 讓預算比較低的屋主 也可以達到 居家室內裝修的效果 明白 這邊也想請你開始跟我們分享啦 我覺得大家對於清裝修 以及一般裝修的那個想法 可能會不一樣 那從你們的角度來看 跟我們分享一下 這兩個的不同 那設計上面其實我們分為 軟裝 清裝修 還有 一般裝修 那軟裝的話呢 顧名思義 其實它就是在講 只是利用一些活動的東西 改造空間的氛圍 比如說 燈光 油漆 家具 這種東西 那清裝修呢 它就是說 我還是會做到系統櫃 我還是會動到一點點的水電 比如說我的 插座這些的位置不同的時候 我要調高 挪旁邊一點都是可以的 然後會做簡易的平釘天花板 那泥座的部分有可能 它的地板只會動到玄關 我要挖起來一個玄關 要鋪新的瓷磚 鋪木地板 是做比較簡易的裝修 那室內裝修可能就會動到 全屋的管線要更換 廁所 這些要做重新貼瓷磚的動作 然後可能天花板 要做一些造型 建造燈 要做一些壁板 這種牆壁的話 那就比較偏向一般裝修 了解 所以你剛剛分享的這樣子 我發現其實清裝修 它做出來的效果 跟一般裝修 一定會有一個落差 一定有差距 它的差距等級就像 化妝跟整形的概念 但是呢 其實在軟裝跟清裝修上面 它的靈活度卻是更大的 你如果要換個顏色 換個家具 都可以改造整體的氛圍 明白 那如果說有人想要清裝修的話 它這個屋形有沒有限制 其實它沒有限制 只是看你現況的條件 適不適合去做 比如說你是老屋 現況就有漏水 那就不是清裝修能夠解決的問題 所以要另外做評估 明白 這邊就要聊到大家其實非常在意的預算 清裝修大概是要怎麼來抓預算呢 那要怎麼樣評估自己是適合一般裝修 還是清裝修呢 我覺得清裝修啊 你的預算如果落在 一百萬以下的話 我覺得都比較偏向清裝修的做法 比如說你的預算只有五六十萬 其實清裝修跟軟裝都是可以達成 讓你的室內很有氛圍感 就還是有裝修完完全煥然一新的感覺 那在設計費用上大概是怎麼算 一般裝修設計費用 在麻石收費它是六千 就是一個標準 那清裝修當然因為設計師 我們就不需要做得這麼繁複的設計 所以可能會到四千到五千中間 看你的需求我們來做調配 那如果預算有限的話 大概你會建議從哪邊開始做 然後一定要做哪些 一定是客廳 因為客廳客人都會來 那客廳的重點我覺得就可以從 家具跟油漆牆面 跳色這件事來做 比如說跳半牆就會很有感覺 那另外一個就是 燈光光源 如果你燈光光源達到3000K的狀況下 我覺得是室內氛圍最好的 那偶爾要用點投射的感覺 不要全部都用散光 那就會有五台燈光的效果 就會打出那個立體陰影的感覺 那如果還有算一些些的預算的話 我覺得第二個建議的就是主臥室 對 因為主臥室是你自己睡覺舒服的地方 明白 所以其實燈光可能真的是一個 很好去營造空間 所以這個在你們的清裝修也好 或是軟裝配飾也好 這個東西一定會立刻來做 對 明白 剛剛跟我們分享那麼多 就是接下來請作為來跟我們分享 你實際操作的案例 嗯 好 我們有一個實際操作的案例是 一間貓咪的窩 就是他們是兩夫妻 然後養兩隻貓咪 他們確定不生小孩 也確定不買房 但他們又希望他們租屋處要住得舒服 所以我們就幫他用25萬 包含設計費啦 25萬搞定他們家主臥室跟客廳的部分 讓他變得有氛圍感 先給大家看一下 before 的狀態 這就是一個還沒有裝修前的房子 那他最大的問題呢 其實是他的貓咪會去抓爆他的沙發 那他又跟我說 可是我這個沙發才買不到一個月 他真的捨不得換掉 那我們就去幫他想辦法說 那我們可以幫你把這個裡面棉花填回去 然後照上沙發照 然後我又另外買了一個那種 防止他貓咪去抓的那種貓抓板 特別綁在左右扶手上 讓他的貓咪還是可以抓得痛快 因為既然貓咪習慣去抓那個位子 那他未來還是會抓那邊 那在主臥室的部分呢 其實我們幫他做了一個很簡易的床頭 那左右邊我們就是配置給他床頭櫃 但是是貓咪可以睡的這樣子 透過這個家具軟裝 還有油漆燈光的方式 幫他處理一些他現有的狀況 那對於你剛好提到就是說 在他這一次的設計裡面 你也其實有幫他加到油漆的部分 所以在牆面的一個設計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嗎 在牆面的部分 因為我們都會問一下屋主說 你喜歡什麼顏色啊 他就說他很喜歡紫色 然後幫他用在半壁板 就像我剛剛講的 他可以好像有做壁板的感覺 那另外一個好處是因為 我們選的是乳膠器 其實他貓咪自己在吃飯的時候 會噴一些飼料跟水在牆上 很難清理 可是乳膠器的話 他的成分乳膠含量很高 所以他用乾濕布去擦拭的話 會比較好清潔 我們從照片來看到就是說 你在經過這些設計上 再加上好看的家具跟燈光 整體就很棒了 對對就會變一個樣子 那除了你剛跟我們分享了美觀之外呢 其實我也很好奇機能啦 我相信屋主他花了一點預算 你總要滿足他的生活機能嘛 針對清裝修的部分 你機能怎麼滿足他 我們舉收納這件事情就可以了 那如果是新陳屋這種 或者是你本來就是房子 你是自住的 我就會建議你有些櫃題 還是要做做系統櫃 這就是清裝修的範圍了 那系統櫃的話 我會建議鞋櫃可以做系統櫃 房間的衣櫃可以做系統櫃 其他的東西像電視櫃這種 你就可以用活動的 就不一定要做系統櫃這樣子 也就是說如果你是需要大量收納的 其實輕微的稍微的做一點系統櫃 還是可以讓整個空間看起來是舒服的嗎 對 因為一般的房間啊 你說你的床擺放的位置跟衣櫃擺放的位置 其實就是固定的 你不會說我床跟衣櫃要調換 所以那邊做成固定的就沒有問題 那如果照你剛剛這樣分享 感覺清裝修如果你屋主有實力的話 其實也是可以完成喔 那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 如果請設計師來協助的話 你優勢是什麼 其實找設計師就是省時省力省頭腦啦 然後再搭配上可能更有整體概念 但是我覺得最大的區別跟重點是 我覺得美感啊 或你要用什麼顏色漆啊 你要放什麼樣的家具 我覺得人人都可以配 人人都可以做 設計師的好處是我們在水電 或是一些泥座的專業上 專業度更高 我可以告知你說 我覺得你這個插座就是要移到哪裡 那它是怎麼接的會比較好 它要跟誰串聯才不會讓你跳電 這些是設計師比較專業的地方 那還有一個很大的重點就是 找設計師有保固服務 我們都是一年保固永續服務嘛 你燈壞了你也是跟我們說 那你就不需要自己再去找水電啊 找工班這樣子 會比較方便 明白真的如果說其實現在大部分的都是上班族喔 也比較沒有時間來好的研究 的確是交給專業的 還是比較安心跟方便的喔 今天真的很謝謝Roy呢 跟我們分享那麼多清裝修的資訊 相信大家呢 對於清裝修應該有一定的了解了吧 甚至大家可以透過剛剛我們分享的內容呢 來評斷一下自己到底是適合什麼樣的裝修類型喔 今天真的很謝謝Roy 那如果呢有任何問題的都歡迎你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喔 一百十一Q&A 下次見 掰掰 OK 拜拜 OK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